法国马路边上的晚餐 不得不说 法国人最爱在马路边上吃饭 越是大冷天越要坐在外面 能知道为啥吗 因为每个座位上面都有一个电烤灯 就跟外面40度 咱抱着个被子在家里开空调开到15度一样 俺俩点了最常见的前菜 就是生火腿拼盘和奶酪拼盘 黄油和酸黄瓜 是生火腿配着面包吃的标配 特别是这个酸黄瓜 我看它吃的这么香吧 我就总想再试试 但确实每次都没啥惊喜 哎 这个大冷天坐在外面吃吧 要不是火锅 我是真吃不动啊 这个奶酪拼盘吧 就不分饭前饭后了 啥时候都得有 这一大盘啊 是一个人的量啊 看不看见这个绿色的霉菌 能闻见味了没有 俺这姐妹太向着我了 给我夸了这么一大块 让我配着白葡萄酒吃 然后给我案例说 如果这两样再配上酸黄瓜的话 一定能好吃到飞起 今天唯一能热乎点的菜吧 就是这个奶油菊大葱 又是满满的一层奶酪啊 法餐里面经常把葱当成一种菜吃 里面还有意大利饺子 这么个做法其实还挺好吃的 这一顿不把奶酪吃恶心的是不行的 连配菜里面的沙拉都是用奶酪般的 咱在法餐馆里跟朋友吃完饭结账吧 千万别抢 就像我这样安静的让他付完钱 然后咱转手来个AA制就完了 当然了别忘了把小费算上 一人还得多付七毛五呢 都给我赞